現在我走到二田神宮期間 和你們解釋一下這裡的背景 二田神宮是日本三大供奉神器的地方之一 它供奉的神器就是草剃劍 草剃劍在很多動畫或劇集都已經出現過 即是火影忍者大蛇院和助助勇的草剃劍 同時它供奉著權威和武力 所以每年都會去那裡參拜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很多人 現在已經下午四點多了 應該還好 南神池 南神池 南神池比我想像中小 怎麼配得起這些南神呢 神話 熱田神宮1998年的歷史 1998年 在這裡原來不是叫草剃劍 叫草剃神劍 草剃神劍 各位 那邊呢 就是熱田神宮的靜館 但是裡面是封了 走不進去 所以 其實它大概什麼樣子 我都不是看得很清楚 照剛才那個地圖去看 其實我們現在走過的地方 只是整個熱田神宮的三分之一 它還有分好幾個區域 是有不同的建築 那這裡再走過去 就有一個叫做別宮八劍宮 哇太高了 我踩起腳了 那這裡就是本館 那剛才這裡就是關了的寶物館 俗語有話 入屋叫人 入廟拜神 逢是我們經過這些鳥居的時候 最好都要跟它鞠躬一鞠躬 就好像現在走到這個位置 點一點頭 才走出去以示一下禮貌 眼鏡之悲 你們看一下這東西 我記得是寵物小精靈和寵馬暴龍 都有類似這樣的樣子 而且我發現它這些燈 到晚上差不多五點鐘 它就會全部開著 整個感覺是不同的 我覺得再夜一點 如果直接黑了來這裡拍照的話 應該都挺正的 基本上現在的熱田神功 已經全部走完了 所以 我今天的行程也到此為止 因為明天我要非常早起床 可能都要六點半七點起床 就要去明古屋的巴士中心 乘車直接上高山飛沢 然後再去溫泉旅館 所以今天是要非常非常非常早休息 所以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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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